11.医疗与保健 1.概念界定 医学是为了解决疾病症状 而所有疾病症状皆因体伤与热能不足所致 预达此目的既要通过医疗影响组织器官运作来处理体伤解除症状 又要通过保健影响热能作用来改善体力间接疗愈疾病 所以医学必须包括医疗与保健 两者缺医不可 医疗主要是通过影响组织器官运作 来处理体伤所致之症状 以达到解除症状治疗疾病的目的 所以是治疑病 由于病苦不仅折磨人还会危及生命 所以要求医疗必须具有素效 医疗包括诊断与治疗两部分 而其治疗方式可分为内治法与外治法 此两者都必须在诊断的指导下进行 内治法是根据变病的诊断结果配与西药 并用口服、注射、点滴等方式 将药物送入体内来改变组织器官运作 从果处理体伤以达到解除症状治疗疾病的目的 外治法则根据病症部为按推相对应之原始点 或根据经络血位之理论 以选出须被处理的他处体伤 或直接将症状以及仪器检查出来的异常形态 异物与组织受损等部位当成需被处理的患处 然后用按推、刮刹、附件、牵引等非牵入性方法 或针刺、手术等牵入性方法 以达到从因处理他处体伤解除病症 或从果处理患处解除症状 外治直接处理他处体伤或患处 内治则多否 此为两者之根本差别 这个念下来看得懂吗 看懂的举手我看一下 真的不多了 现在举手的越来越少 因为这里越谈越深入了 那我们来还是解释一下 什么是医疗 这里已经讲了 医疗是透过影响组织器官 而不是改善热能对吧 所以它是透过组织器官运作来处理什么 体伤所致之症状 但如果西医是不管体伤 它甚至可以直接影响组织器官运作 来达到怎么样解决症状 但不管怎么样它只要影响组织器官来达到解决疾病症状 我们可以称为医疗 但医疗还有一个最重要的特色 它不只可以治疗疾病 而且要具有塑效 因为这时候病人已经病了很苦啊 而且不处理有些还会危及到生命 有没有可能 有啊有一些确实啊 你看腹穴就好 你一直不处理病人很稀一直拉 会不会影响生命还是会啊 所以有些病是很急需要处理的 好 那这时候我们就要要求医疗要快速速效 所以为什么很多自然疗法不能称为医疗 我认为最主要因素还是这里 你看我们很多自然疗法都谈身心灵有没有 那你心灵改善 你达不到立刻啊 你谈了那么多 你没有直接的方法 那这个是没有意义 所以最后只能走上保健的路 所以外面保健的方法比较多 但医疗的方式比较少 好 所以这是医疗的特色 好 我们再看下一页 那医疗它必须具有两种 就是诊断与治疗 这个西医都有 诊断与治疗 那原始点有没有诊断跟治疗 中医有没有 有 它们是望闻问切 有没有 透过试诊来变体质 然后来把治疗的原则定出来 好 所以都有 诊断与治疗 所以都可以称为医疗 而且治疗方法分为内治外治 但内治外治当然治疗方法 必须配合诊断 才成为医疗 好 我们继续看下一页 那我们就来讨论了 既然有内治外治 那内治法呢 内治法是根据变病的诊断结果 什么叫变病 你什么病 我就给你什么药 比如你高血压 我就给你什么 降压药 你血糖高 你疼痛 我就给你止痛剂 甚至严重一点 给你肋固醇 再严重一点 干脆就给你什么 麻啡 就是这样 那如果你小便尿不出来 它就给你什么 利尿剂 你失眠 我就给你镇定剂 有没有 诸如此类 所以它是你什么病 我给你什么药 所以叫做变病 然后配药 这些药 这些药有可能透过几个途径 口服的 注射的 甚至打点滴的 注射也是点滴的一部分 那把药物这些送入体内 来改变怎么样 组织器官运作 从果处理 体伤 达到解除疾病症状的目的 了解我的意思吗 那这样内治法能治疗的 指的是什么 西医还是中医 还是原始点 只有西医能做得到 中医的内治法 还有原始点的内治法 内治法就是喝姜汤这一类 绝对没有办法达到医疗 了解吗 立即改善组织器官 它只能怎么样 改善热能 热能体力好了 之后才能够应变果转 来改变这些组织器官 达到解决症状 所以它是间接的 那能够直接的 这个内治法能直接的只有西医 所以西医内治法也是医疗的一个方式 那外治法也是医疗 所以他们西医的研究一直在解决疾病症状 就直接它也不透过体质什么 它也不管你 反正外治法我也可以达到 内治法我也可以达到 好 那我们来看下面外治法 外治法它这里分三个都可以治疗的 都可以达到医疗的 因为原始点我们已经知道 按推原始痛点有没有办法 有啊 所以我们找出按推相对应之原始点 然后再找出痛点来按推就可以达到 那中医呢 针刺穴位这些理论 甚至阿斯穴这些都可以达到 那他们透过这个原始点还有经络穴位 找出被处理的开关也就是他处体伤 然后下面这一个指的是西医 或直接西医是怎么样 直接从症状下手 哪里痛 头痛我就从头治疗 或是以仪器检测出来的异常形态 异物组织受损 比如什么叫症状 比如症状比如说你脚烂掉了 他有时候看你糖尿病烂掉了 他也不再怎么样说了 你就节肢吧 有没有 有没有可能 就直接从患处下手了 那有一些是靠仪器检测出来 体内的包括我说的异常形态 还有异物 比如胆结石啊 有没有 死胎啊 那个要银铲出来 有时候还是用手术的 那还有什么组织受损 比如脑溢血 胃粗血 气胸 他们也是采取手术的 那只要影像造出来的 以仪器造出来的异常形态 组织受损这几个异物 他们常常是以手术居多啦 那所以这个也是外治法 所以西医都被当成患处来处理 所以这样看来 外治法原始点跟中医很相近 他们是找他处体伤开关 那西医的外治法 反而是找怎么样 患处下手 所以他们急救也是按CPR 那你这样整个理就通了 原来他们行为还蛮一致的 好 那我们再看下来这里 所以接下来用的手段就不一样 那原始点是用按推 那中医还有很多刮痧的 有没有 就在开关这样刮来刮去 反正刮痧有一点像怎么样 散弹打鸟 反正我整排经络都刮下来 总有一个点会被我刮到 刮一刮也蛮舒服的 那复健牵引指的就是西医 这些是没有侵入性 但针刺跟手术是侵入性的 中医就是用针刺也是侵入性的 那西医最常用的手术也是侵入性的 来达到他们要的目的 那原始点有没有侵入性的 这种直接刺入的几乎没有 有人说灌肠 我认为灌肠根本不是 他就是有口把它通进去 就好像嘴巴张开 我就用汤匙喝进去而已 那肛门刚好张不开 所以我就把它扔进去而已 我把它弄进去而已 而且也没有伤害你也不会流血 什么都不会是吧 所以我认为也是蛮自然的 所以那洗眼睛也是这种意识嘛 所以如果这样说都无限的延伸 那很多都是只要进入体内的都侵入性 那你吃东西也是侵入性喔 对吧你把东西送到体内去 那所以这个医疗法有时候规定的是 很奇怪所以我也不想跟他们再辩驳 反正我救人要紧就是了 好 这些透过这样的手段 最主要要达到怎么样 原始点跟针刺穴位是要达到 从因处理他处体伤解除病症 那西医这些方法从患处下手 主要是从果处理患处解除症状 所以一个是从因解决 一个是从果 从因跟从果不一样 好 那内治跟外治最大的不一样是 内治则多佛 为什么以前 为什么要多一个多佛 因为大多数跟外治直接从患处 或他处体伤是不一样 但内治有没有可能从患处下手 有没有 有西医 只有西医有 因为内治法就是西医嘛 那西医譬如说你手肘痛 他有时候用打针直接从手肘怎么样 内固醇就把你打进去了 所以他有没有从患处下手的可能 有 所以就是因为这样 我才说多佛 那你吃了就没办法 吃进去他都到全身去 你就不能说我指定到哪里 只有西医说标靶药物可以到哪里 那也是不对的 只要进去他一定是被全身吸收的 所以内治则多佛 此为二者是根本差别 经过我这样讲解 你们听懂了吗 懂了 举手我看一下 好 太好了 那我们继续来看保健 主要是通过影响热能作用来改善体力 即增强免疫力 自愈力 以修复体伤 尤其是本处体伤 如此处理不仅能延缓衰老 即预防疾病发生 还可使虚弱的体力或受损的组织得以恢复 从而达到保命增瘦至胃病及间接疗愈疾病的目的 所以保健是医学不可或缺的核心 保健方式亦可分为内治法外治法及其他 内治与外治主要是靠药室之内热源 与温敷之外热源 并需结合诊断才能达到改善热能不足增强体力 间接疗愈疾病的目的 其他方法包括健身运动 如太极拳 拉筋 跑步等 充分休息 如避免劳累 熬夜等 心态调整 如情绪管理 心理辅导 打坐 忏悔等 由于温敷之外热源可借由皮肤吸收直接温暖身体 而药室之内热源可借由姜汤灌肠 洗眼 洗耳 清鼻等 直接温暖器官 因此它们能够更快速修复体伤间接疗愈疾病 好 那我们还是解释一下 刚刚讲的医疗是主要影响组织器官运作 来达到 对不对 那保健呢 主要是通过影响什么 热能作用啊 因为内外热源 比如运动啊什么 都是为了改善热能 增强体力 然后体力就是指的就是免疫力跟致疫力 那它可以修复体伤包括他处跟本处 尤其是本处体伤 那这样处理之后不仅可以延缓衰老 因为体力有了是不是可以延缓衰老 是啊 保健做得好是可以延缓衰老 延长寿命的 那可不可以达到预防疾病也可以啊 热能可以修复体伤嘛 所以这些都可以 还可使虚弱的体力还有受损的组织得以恢复 是不是可以 病症的体力虚弱 你要热能嘛 那组织受损要不要热能 也要 所以这个可以达到 那从而达到怎么样 保命征受 所以致病最主要是保命 所以热能有没有第一要素 所以保命 就看热能这一意义了 那征受也是一样 自卫病 好 刚刚也讲了它可以防止疾病 预防疾病 所以可以 那才间接疗愈疾病的目的 好 已达到 好 来看看 所以保健重不重要 重要 所以我就是把医学不可或切的核心 它比我认为甚至保健 根本就是比医疗还要重要 那保健有分内治 外治及其他 内治指的就是怎么样 药食之内热源 那药食之内热源有两个途径 一个是从嘴巴进去的 还有什么 肛门进去的 甚至从眼睛进去 我说的五孔不入 就是这个意思 这内热源指的就是药食 我们吃进去的 食物 姜 这些 但这些如果你要达到间接疗愈疾病 一定要怎么样 透过诊断 原始点有没有诊断 有啊 你腹部 腹部很脏痛吃不下 所以经过诊断了 这个是本处体伤了 所以怎么样 我们就要从哪里进去 从肛门进去 有没有 那这个也是配合诊断 那按的本处体伤 我们才知道 一定要温敷患处嘛 了解吧 所以膝盖痛 我说按臀部有效 那你温敷在哪里 臀部 按推没有效 温敷哪里 膝盖 答案就是 所以一定要透过诊断 才能达到疗效 这个也没什么问题 我们继续看下面 那其他的方法要改善热能 有运动 休息 还有心态 这里我们都有讲 要注意的就是很多心态调整 它只是一个保健手段 绝对不能把它当医疗啊 所以你看有心理治疗师 那个就不可以了 西医有没有一个叫做心理治疗师的 有啊 心理不能称治疗耶 心理只能说心理保健师 这个如果用法再精准 心理怎么会有医疗呢 那我一根指头痛 然后引起忧郁 因为每天想到就很痛苦 就开始忧郁了 那我去找心理辅导 他也帮我开导了 哎呀你不要忧郁嘛 一根指头而已嘛 那我一根指头还有没有好 还是没有 回去还是在痛 痛了又忧郁了 听他讲好像心理能放得下 但痛起来又忧郁了 有没有可能 所以他不能称为治疗 如果能治疗 他直接把我这一个指头揉几下 揉好了就好了 我也不再忧郁了 但心理本来就没有治疗的功效 但只有西医 反正西医说你们都不能称为医疗喔 要不然你们就是密医喔 但是他们又说他们的心理能够变医疗 所以他们的标准是看他们的心情喔 所以医疗与保健在西医室 我是觉得他们那个标准是没有一致性的 你只要仔细研究 好 那打做忏悔 我问各位 很多人心情不好或是有疾病 也会去找一些心理辅导师 或是有一些老师啊开导有没有 甚至师父开导啊 但如果被开导了病好了 能不能说这样的开导 他让你心理疏忽 或是他用一些方法让你心理发泄了 包括忏悔这些让你病好了 能不能说这些具有医疗功效 能不能绝对不要啊 你们不要害那些师父啊或老师啊 你们说这个具有医疗 他们每个都变密医了你知道啊 现在医疗法可严格了 所以他们顶多只能说称为什么 保健的手段 他们让你心情快乐对不对 然后不要忧郁 对病情当然有帮助 但我们只能说这是改善热能 而不是说它具有直接医疗的功效 所以这个一定要分清楚 好 那我们继续看下面 好 那这个这里都介绍过了吧 这里看得懂吗 温敷 外热炎借由皮肤 这个就不用说了 那药匙内热炎灌肠这个我们都讲过 直接温暖器官 这个可以达到患处 对不对 还有我们要治疗的体伤的位置 所以这个可以达到 好 那另外的喝姜汤从嘴巴进去 它就没有办法 被身体吸收了就没办法 所以它要增强体力才可以达到 还有包括运动都是下面这个要讲的 好 我们看下面 其一 药食之内热炎 还有保健方式包括运动啊 刚刚有讲的 还有心理的调整啊 忏悔啊之类的 都是这样 它不直接处理他处体伤或患处 而是通过怎么样 前面增强体力自益力 也就让你热能够了 不要再消耗了 好 那慢慢达到修复的功能 但时间要不要久 要 因为透过体质的改善必须要久 才能达到什么保命征兽啊 间接疗医疾病的目的 这就是保健的作用 那医疗比较快还是保健比较快 这样看来 医疗比较快 医疗直接就进去 那保健是要体质改善了之后 它才修复体伤 间接的才来解决疾病 好 这样讲完 听得懂的举手我看一下 所以还是要废一番口舌 好 我们继续来看下一段 虽然治疗疾病必须医疗与保健并用 但由于体力的提升 不仅是保命增兽 及间接治病的治疗主要关键 也是判断病情好转的诊断重要依据 所以生病时 与其外求与解除症状的医疗 还不如内求与恢复体力的保健 由此可知 保健比医疗更为根本更为重要 所以说实在 如果真懂原始点的人 只要一生病 他第一个不会在乎症状 他在乎的是什么 体力啊 我体力有没有好 如果我体力好 第一个 已经保命了 我死不了了 那死不了 疾病最怕你死不了 来磨它 磨久了它都逃跑了 所以你只要有体力 死不了 然后又有体力就可以修复体伤 有没有 然后致抑力就增强 那你疾病很快就可以修复 所以你看它既可以增强你的体力 来改善你的体质 然后还达到间接治病的目的 所以当然是保健比医疗更为重要啊 那医疗我认为当然配合那是最好 两者配合 但鱼与熊掌不能兼得的时候 你要哪一种 是要医疗还是保健 我绝对选保健 所以保健更为根本 那是原始点 一路做下来最后确定就是保健 尤其在重病你看 几乎都是保健的一些手段 好 我们继续看下面 二 内置法 在内置法中 药室对身体的影响有两种药素 药性与成分 此处药性仅指药室之寒 凉 平 温 热之特性 此两者皆影响热能作用于组织器官运作 但药性主要是影响热能作用 从因改善体力 以达到保命增兽及间接治病的目的 固属保健 成分主要是影响组织器官运作 从果处理体伤 以达到解除症状治疗疾病的目的 固属医疗 好 这里就很重要了 我们日常生活的养生医疗 都在这里开始要展开 为什么 因为你吃进去的 到底是吃它的成分还是药性 事实上食物里面既有成分也有药性 但几千年仪器也不发达 所以它像中医 它一开始的研究 就是以药性为主 我们这里指的药性就是温热 平凉寒 而不再像中医那么复杂 还有什么气味的升降啊 还有龟精的问题 这个我们不谈 我们只是讲它的药性寒热 这一个问题 好 那吃进去的食物都一定有寒的 也有热的 对吧 那同样它的成分也各自不同 那中医比较着重在哪里 药性 因为它成分没办法用仪器把它抽起出来 化验检验 现于时代的不一样 也不可能这样研发 但中医它有变体质的 然后也体质含热 所以它就含的就要吃一些温热的 那热性体质它就会给它怎么样 含良性食物 所以它对药性中医也很重视的 但成分是我认为西医兴盛之后 才来谈成分 它会抽起里面到底具有什么成分 而这个成分会影响我们身体的 怎么组织器官的运作 来达到它要的目的 所以两种的医学 发展出不同的路途来 所以从这里就可以看出 这两种根本是不一样的东西 而食物里面既有药性又有成分 所以食物进去 它既可以影响我们的热能 也可以影响我们的组织器官 因为热能够组织器官运作也会好嘛 热能跟体伤有没有互为影响 有嘛 那组织器官也会 经由它吸收来改善热能嘛 这些都互为影响 所以它们两者成分与药性 进去其实两方面都可以影响到 组织还有热能绝对都没问题 进去都同时影响 两者都有 但是药性比较着重在 改善热能这一条路 成分主要是研究出来影响组织器官的运作 这一条路 两者不一样 目的也不一样 但最后要达到的就是解决疾病症状 也就是路途都不一样 但是最后目标是要解决疾病症状 我这样讲你们理解了吧 好 那两个路径不一样 一个走向怎么样 药性走向影响热能保健的手段 那成分呢走向医疗的路途 它影响组织器官 所以注定这两者是一定不一样 养生概念也完全的不一样 那我们一般生活的养生概念 是利用西医还是中医 还是我们乱想自己偏出来的 这可不能乱想 我越讲就越细 所以好 我们把这个谜底慢慢来解开